澳門只是懸掛3號風球。氣象局說,晚上8點到11點會考慮改發8號風球。 預料,懸規今明兩日會繼續增強,並橫過南海北部。 明天凌晨至早早最接近澳門,在澳門以南大約400公里範圍內略過,大致趨向海南島。 在懸規與東北季後風共同影響之下,澳門的今日風力逐漸增強,趨6至7級偏北風。 今晚至明天天氣轉吹不穩定,有頻密大罩雨和雷霧,風力漲暴增強,吹8至9級,冬至東北風和有震風。 澳門氣象局說,受風暴潮疊加天文潮影響,預料今晚9點到凌晨3點,內港一帶,會有機會水浸。水浸高度是半米以下。 天文台最新風暴消息 香港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報,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訊號現證生效,表示本港吹東北風,平均風速每小時63公里或以上。 在下午7時,強烈熱帶風暴圓規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偏南約450公里,即是在北緯18.8度,東京116.3度附近。 預料向西移動,時速約25公里,橫過南海北部,而向海南島一帶。 過去幾個小時,圓規逐漸靠近廣東沿岸,並稍為增強。按照現時預測路徑, 圓規會在明天10月13日凌晨最接近香港,在香港以南約400公里內略過。 在圓規及東北貴後風的共同影響下,廣東沿岸普遍吹強風至烈風程度偏北風, 圓規的外圍雨帶亦會影響華南沿岸。 8號烈風或暴風訊號會至少在明天日出前維持, 市民明天早上請留意最新天氣報告。 圓規引致的風暴潮及大雨可能會令低瓦地區水浸,市民應做好防風、防水浸措施。 海面有大浪及湧浪,市民應遠離岸邊並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 在過去一小時,大老山、橫南島及沙洲分別錄得最高的持續風速為每小時79、67及58公里。 最高陣風分別為每小時95、78及74公里。 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訊號的現證生效。 夜晚7點,強烈熱帶風暴圓規襲擊香港東南偏南大約450公里。 越來向西移動,時速達25公里,橫過南海北部。 而向海南多大。 天文台高科學主任李子祥說,圓規在凌晨會最接近本港, 在本港二南400公里略過。 8號訊號會至少在明天早上日出前維持。 過去幾小時,圓規逐漸靠近廣東元朗,以及稍為增強。 按照現在預測路徑,圓規會在明天,即星期三,凌晨最接近香港。 在香港二南大約400公里內略過。 圓規與東北有風的共同影響下,廣東元朗普遍吹強風至烈風程度的偏北風。 圓規的外圍雨帶也會影響華南元朗。 8號烈風或暴風訊號會至少在明天早上日出前維持。 市民明天早上請留意最新的天理報告。 留意的是,今晚本港普遍出偏北風。 但隨著圓規逐漸向西移動, 預料明天香港的風逐漸會轉向吹偏東風。 原本受屏閉的地方可能會變得當風。 所以市民要提高警覺。 天文台最新風暴消息。 香港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報。 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訊號現證生效。 表示本港吹東北風,平均風速每小時63公里或以上。 在下午8時,強烈熱帶風暴圓規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偏南約450公里。 即是在北緯18.7度,東京116.2度附近。 如遼向西移動,時速約25公里。 橫過南海北部,移向海南島一帶。 過去幾個小時,圓規逐漸靠近廣東沿岸。 按照現時預測路徑,圓規會在明天10月13日凌晨最接近香港。 在香港以南約400公里內略過。 在圓規和東北貴後風的共同影響下,廣東沿岸普遍吹強風至烈風程度偏北風。 圓規的外圍雨帶也會影響華南沿岸。 8號烈風或暴風訊號,會至少在明天日出前維持。 市民明天早上請留意最新天氣報告。 圓規引致的風暴潮及大雨,可能令低瓦地區水浸。 市民應做好防風防水浸措施。 海面有大浪及湧浪,市民應遠離岸邊並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 在過去一小時,大老山、橫蘭島及青州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82、71及62公里。 最高震風分別為每小時97、81及85公里。 天文台處理高級科學主任楊國仲說,圓規會在凌晨最接近香港, 在本港以南大約400公里以內略過。 預料8號訊號,最少在明天日出前會維持。 按照現時預測路徑,圓規會在明天凌晨最接近香港, 在香港以南大約400公里內略過。 在圓規和東北北風的共同影響之下, 廣東、元朗普遍吹強風至烈風程度的偏北風。 圓規的外圍與大約開始影響廣東的東部。 8號烈風或暴風訊號會至少在明天日出前維持。 市民在明天早上應該要留意最新的天氣報告。 今晚香港會普遍吹偏北風, 但隨著圓規繼續向西移。 預料明天香港會逐漸轉吹偏東風。 原本受到屏蔽的地方可能會變得當風。 市民需要提高警惕。 雲南口的天氣報告。 警暴沙堤延南、海南島、東南河岸吹颶風。 香港鄰近海域、南澳以南、沙美以南、香港以南、 北部灣以南吹颶風。 夜晚8點,圓規集結在北位18.7, 東京116.2度附近。 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每小時110公里, 越來向西移動時速25公里, 橫過南海北部移向海南道一帶。 24小時內閣區天氣越差。 香港鄰近海域北至東北風9至10級, 漸轉區東至東北風達到10級, 有狂風大債雨童雷暴可有巨浪。 南澳以南東風9至10級,初時11級, 頻密狂風大債雨童雷暴可有巨浪,初時非常巨浪。 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北至東北風10至11級, 漸轉區東風達到11級, 頻密狂風大債雨童雷暴可有巨至非常巨浪。 北沙堤以南北至東北風9至10級, 沙後轉區旋風12級, 有頻密狂風大債雨童雷暴可有巨浪, 後轉極巨浪。 海南島東南沿岸北至東北風7至8級, 沙後轉區旋風12級,頻密狂風大債雨童雷暴可有大至非常大浪, 後轉極巨浪。 北部灣以南北至西北風6至7級, 沙後達到10級, 沙後有狂風大債雨童雷暴可有大浪, 後轉巨浪。 其有48小時的天氣指望, 東至東北風9至10級, 沙後達到7級, 西部初時吹旋風達到11級, 有頻密狂風大債雨童雷暴。 華南元朗各站最新天氣報告, 橫蘭島北風7級, 汕頭東風2級能見到30公里, 黃茅洲北風6級, 澳門北風3級, 西沙西北風3級能見到14公里。 天文台最新風暴消息。 香港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報, 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證生效, 表示本港翠東北風, 平均風速每小時63公里或以上。 在下午9時, 強烈熱帶風暴圓規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偏南, 約450公里, 即是在北緯18.7度, 東京116.1度附近, 如廖向西移動, 時速約25公里, 橫過南海北部, 而向海南島一帶。 過去幾個小時, 圓規逐漸靠近廣東沿岸。 按照現時預測路徑, 圓規會在明天10月13日凌晨最接近香港, 在本港以南約400公里內略過。 在圓規與東北貴後風的共同影響下, 廣東沿岸普遍吹強風至烈風程度偏北風。 圓規的外圍雨帶也會影響華南沿岸。 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, 會在至少明天日出前維持。 市民明天早上請留意最新天氣報告。 圓規引致的風暴潮和大雨, 可能令低話地區水浸, 市民應做好防風防水浸措施。 海面有大浪和湧浪, 市民應遠離岸邊, 並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 再過去一小時, 大老山、橫蘭島和青州 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85、69、62公里。 最高陣風分別為每小時103、80和85公里。 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防風措施報告。 請盡快完成家中各項防風措施。 將門窗鎖緊, 若有橫山應加上。 請盡快完成清除渠道的落葉和垃圾。 請將車輛停放在安全的地方。 設物在屋內當封的窗戶附近站立。 預早選定屋內一個安全地方, 以防玻璃萬一破裂時可以躲避。 光管招牌的物主請截斷招牌的電源。 有關最新天氣消息請留意電台、電視台 或瀏覽香港天文台網頁及流動應用程式。 這一節風暴消息報導完畢。